想必每个人都见过学霸 如果是个充满爱心 善良乐于助人的学霸 那是更加的讨人喜欢 那善良温柔的学霸 却长了张善人犯一般的恶魔面孔 这么一个奇葩学生 在高中生活 会是种什么体验呢 北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男生 他是镇上有名的三好学生 不仅努力刻苦 成绩优异 而且心地善良 身边的摸摸狗狗都特别喜欢他 但是老天爷实在是太调皮 创造北野的时候 就跟他开了个玩笑 赋予了他一张恶魔般的恐怖面孔 据说没有人敢跟他对视超过三秒 每个见到这张脸的人 不是被当场吓尿 就是落魂而逃 今天是北野转学的日子 其实北野的学习成绩 在全镇都是数一数二 这种好苗子都是学校的宝贝 但为何还要转学呢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事先送到新学校的入学申请 此刻已经在校长手中 看着数不清的竞赛奖状 让校长和班主任 对这个转校生格外的期待 不过有点遗憾 这入学申请书没有贴照片 另一边北野急匆匆的走出家门 正好撞见了来送奶的快递小哥 出于礼貌 小哥正打算打招呼 抬头就看见了北野杀人犯般的脸庞 还没等北野反应过来 就猛灯三轮车逃跑 北野加快脚步 今天是步入新学校的第一天 可不能晚咯 一定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推开门 北野走进校长室 校长室的气氛呢 瞬间冰冷 自认为阅人无数的校长 此刻也被吓得冷汗直流 他断定 有变态善人犯 穿着校服混进学校里来了 赶紧呼叫保安 捉拿眼前这个变态 北野吓一跳 赶紧解释 解释了一上午才解释明白 一番闹剧过后 北野终于顺利走进新的班级 这次自我介绍 北野下定决心 又让同学们知道 自己并不可怕 只是个有点 腼腆害羞的 可爱春情男孩子罢了 于是经过北野 一番慷慨激扬 诚恳认真的自我介绍后 全校时常都知道了 知道啥呢 一年级 来了个凶狠残忍的转校生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学校 原来北野新班级的同班同学们 看到北野的样子 吓都吓死了 根本就没人去听北野说的是啥 只知道这个人很危险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学校的校爸黑田不高兴了 自己才是这座学校最凶狠的人 那个转校生算什么呢 他是来挑战自己低位的吗 我绝对要给他点颜色悄悄 黑田咬牙切舍的说道 于是他带着两个小弟也前去找茬 午休时间 班里的同学大气都不敢出 教室里安静的 甚至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因为怕惹怒北野 前排的男生就连咬了下豆子 发出的嘎吱声 都吓坏了全班同学 生怕北野因为有噪音而发怒 可这些北野完全没注意到 他还以为这个班级学风特别好 大家都特别自律才不说话 接着满足的说了句 我吃饱了 扣上饭盒走出教室 刚关上门 班级里的同学立刻松了口气 教室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门后的北野贴着墙 他明白了 心里暗暗自责 果然大家呀 还是因为我才这么拘谨的 此时气势汹汹的校霸三人组 也赶到了教室门口 刚好遇见了背对他们的北野 黑田并不知道眼前的人 就是他要找的人 黑田把手搭在北野肩上 命令他把转校生叫出来 北野缓缓转过头颅 看见三位面向凶狠的 流利流气的学生 北野意识到 他们肯定是学校里的小混混 北野很害怕 用无辜的声音 颤抖的说道 请问你是说我吗 这话说的确实柔声细语 唯唯诺诺 但配上北野那副 圣人的面容 整体效果就更显变态 黑田再猛 他也只是个高中生 哪里见过这么吓人的生物 当即就被吓得表情管理失控 被北野强大气势压倒的黑田 吓得连连后退 赶紧假装走错班级 也溜掉了 看着这一幕的同班同学们 更害怕了 在同学们看来 那个转校生 只不过是瞪了校霸 黑田一眼 黑田就伪了 就溜之大吉了 再看北野这边 还是状况之外 他根本就不认识 黑田是谁 一心只想着好好学习 提高成绩 午休时间 北野伸了个懒腰 善良的他 感觉只知道学习 并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人 他是立志要做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于是北野决定 为了纪念转到新学校 要把球场附近的垃圾都捡起来 统一扔掉 另一边 首站就挫败的笑巴三人主 蹲坐在墙角 老大黑田被吓得不轻 拿着眼料的手 还在不停颤抖 他告诫小弟们 自己是个阅人无数的打架高手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叫北野的转校生 绝对不是个泛泛自卑 肯定是见过大场面的狠角色 绝对也不能轻易招惹 他那张不像人样的脸 可能都是嗑药嗑多了 导致的 我们这次贸然行动惊了北野 他说不定已经把我们当成 头号敌人了 两个脑袋一根筋的小弟 却还在叫嚣 没事 他要是敢真找上门来 我们会站出来教训他的 看着小弟们如此勇猛 黑田也有了底气 故作镇定的一脚 把贺文的伊拉罐踢飞 点了点头 好 下次再见到北野之时 就是他大难临头之日 而此时的北野已经差不多快捡完垃圾了 累得满头大汗的他 转身发现 身后不知道何时多出来一枚伊拉罐 仔细看才发现 伊拉罐后面 还有一截被台风吹断的树干 树干已经将铁丝网压变形 如果置之不理 铁丝网会被树干压塌 会对学校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那就糟糕了 北野连忙走上前去 北野体格瘦小 力气不大 他艰难的抱起树干 一步一晃悠 根本就站不稳 一不小心 就踢到了刚才的空罐子 而好巧不巧 不远处角落里的校霸三人主 还在预谋怎么才能报复北野 空罐子的声音 刚好打断了三人的对话 恍惚间老大黑田看到了一个人影 双方一打照面 都被对方吓得不轻 北野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糟了呀 是刚才那个小混混 午休的时候 北野听到同学议论说 他是校霸 自己居然在这又遇见了 他们不会打我吧 我得赶快离开 可这树干实在是太重了 北野一着急向前奔跑 导致他整个人都失去了平衡 只能被抱着的树干推着走 越走惯性越大 惯性越大跑得越快 根本就杀不住车 此时的北野已经控制不住方向 眼看朝校霸三人主方向跑去 北野尖叫着 快躲开 别伤到你们了 本来是好意 可配上北野恐怖的面容 和破音的叫喊 再加上轮个大树干 像大疯子似的跑过来 此时的小霸三人主都要崩溃了 我去 我不就是拍了他下肩膀吗 至于用这种大树干 把我们都堆死吗 这三人此时不是快被吓尿了 而是已经尿了 啊 随着黑田一声惨烈的尖叫 树干直冲黑田而来 最终插进了身后的墙壁里 树干和黑田脑袋的距离 仅仅只有0.01公分 逃过一劫的黑田 汗水和眼泪交织在一起 人彻底傻掉了 再看北野很是惊恐 但惊恐的神色在外人看来 更显恐怖 其实北野内心呢 也是吓得要死 怎么办 黑田他一定会生气的 北野大脑在飞速的运转 在想一会儿该如何跟黑田 道歉的自然又不做作 可面倒黑田 普通一声跪下了 开始跪地求饶 就这样新来的转校生 一天之内镇压校霸这件事 迅速传遍了整个学校 每个学生都能把这件事啊 一五一十仔细地描述出来 可唯独北野一脸懵懂 诶 等等 我是来这学校好好学习 冲刺高考的 怎么事情朝着奇怪的方向 发展了呀 大家感觉这动漫怎么样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反响还可以 我会继续做下去的